不不不我我我没有是是是他 是他偷看的 什么竟然是你 香八老你竟然偷看我们许总 你要死啊臭男人 不是我是我看到张云 躲在石头后面偷看的 哎我说香八老 你怎么别胡说 我明明就是看到你在这偷看的 你没说 到底是你们谁在偷看白罗 就是这个香八老在偷看 被我发现了居然还诬陷我 叶总 我可没有偷看呀 我在捉鱼哪个时间偷看啊 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张云 在这里偷看 你放屁 叶总 你别让林不凡给骗了 我给张小郭正 我没刚来 是是林不凡看的 好啊你个香八老有胆子偷看 没胆子承认是吧赶紧跟我们道歉 林不凡 我本来以为你的人品还行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叶总 我救过你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啊 闭嘴 你当初到底是为了救我 还是想占我便宜 你心里最清楚 白罗 他这种卑鄙小的 敢说不敢闹 我最痛贏这种人 让我来救你人 打了吗 我真没有偷看呀 我去抓鱼了 你看 这是我抓的鱼呀 我们的约定是 10条鱼 这才多长时间 你能抓到这么多鱼 你非明是找借口来偷看他们洗澡 林不凡 你就赶紧承认 给叶总道歉 要不然回了公司 你的饭碗也不饱 没有偷看 林不凡 我们还没开始洗 你就算是偷看 也没有看到什么 你要是个男人 就承认了吧 林不凡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承不承认 不承认 我没有偷看 偷看的 赵云 你放你娘的狗屁 还那么准硬是吧 今天不教训教人员 就你 还想教训我 你放开我小白老 你放开我 小白老你放开我 你的娘的愣着干啥 快上啊 林不凡 你放开打手 宝鞭 干他 我管事 你一起上 该死的林不凡 你偷袭我 就你们这个小丑 还想对付我 闹住一个 该死的小白老 你居然下死手 你弄得我好痛啊 你们谁不服气 可以再来 坐手 林不凡 你就放着他们吧 不以后再打了 叶总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是他们先动手的 林不凡 你把我胳膊弄舌了 我要是有事 张家不会放过你的 张云 我现在把你那条胳膊 也弄舌他 林不凡 你赶紧放了张云 你还想不想说慌掉了 林不凡 你得罪了张云 会连累我们的 你赶紧放了他 张云诬陷我 这件事 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张云 如果你不还我清白 我牛断你的脖子 我说 我说 林不凡他 他没有偷看 是我诬陷他的 既然不是我 那偷看的人是谁 是我 是我 行了吧 是你行了吧 什么叫是你行了吧 明明就是你偷看的 林不凡够了 当着大家的面 你还想去打成招吗 赶紧把张云放了 叶总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大家都知道谁是小人 你说的话 没人信 小八老 想让我表姐相信你的话 拿出证据来呀 证据 设置了证据 这就能证明 我刚刚打鱼回来 哇 好多鱼呀 这里面得有多少条鱼呀 不多不少 正好十条 不敢呢 这个荒岛 连个工具都没有 你怎么钓了这么多鱼的 小八老真的钓了十条鱼 真的是十条 林不凡 什么工具都没有 你怎么做到的 别管我怎么做到的 这 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 这么多鱼 我哪有时间偷看呀 这么短的时间内 抓了这么多鱼 他根本没有时间偷看我们呀 我也这么觉得 叶总 我们好像误会他了 林不凡 既然你没有偷看 那偷看我们洗脑的人是谁 小云 你想去哪儿 你干什么 天那么晚了 我回去休息了 你放开我 张云 是你自己承认 不够看叶总洗澡 还是让我帮你说 我说我说我说 你看 这里是荒岛 我怕白鲁他们遇到什么危险 我这才留在这里保护他们的 林不凡 你是不是活腻了 张寿 可是张家的大少爷 身边美女无数 还有必要 偷看吧 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是叶总 叶总如果不追究了 放 白鲁 白鲁 你替我说说话 让他放了我 张云 你到底有没有偷看 我 真没有 表姐 毕竟咱们都流落了荒岛 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林不凡 你放着张云吧 这次谢谢你 还有我误会你了 很抱歉 没事 我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既然道了歉 就算了 好 万事大吉了 那我走了 站住 你还想干什么 张云 你难道忘了 我们的赌约了吗 什么赌约 我忘了 张云 你不是和林不凡打赌 说只要他能抓到十条鱼 就算他赢吗 怎么我都记得 你就忘了 张云 有那么多人见证 你不会忘了吧 不会 但是 你得说 你这些鱼 是怎么抓到的 对呀对呀 说起这个我就好奇了 这可是十条鱼啊 林不凡 你是怎么抓到的 我运气好 捡到了海里飘来的鱼网和鱼篓 里面正好有几条鱼 我就撒了一次网 正好凑够了十条 你这狗屎运走得也太好了吧 没错 就是我运气好 张云 现在 你该履行赌约了吧 是啊张云 刚刚我们都没吃饱呢 你赶紧道歉 道完歉 我们去烤鱼吃 好 抱歉 行了吧 你这个道歉 不诚心啊 谁他妈规定道歉一定要诚心啊 反正我道完歉了 你还想怎么道 张云 你这个脸皮 真够厚的 行了 都别丑了 这时间也不早了 赶紧把鱼收拾干净 去烤鱼吃完好早点休息 走吧 你做鱼的那个鱼网啊 张大明星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哎 这鱼网可是好东西 你可一定要放好啊 你放心吧 我放在大石头后面了 有血了手 我们去啊 网彪 有什么磅 张少 你刚刚听到了没有 林不凡把鱼网放到一颗大石头后面 你把它找出来 这鱼网 就是咱的了 好了张少 我现在就去 林不凡 这回算你运气好 下次 你就没那么走运了 是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 表姐 这次真的吃饱了 就这两个帐篷 我们三女 四男 怎么分啊 还怎么分呀 当然是我们三个住大的 他们住小的了 我可不喜欢住小房间 那行 那咱们三个住大的 你们四个就挤那个小的吧 好 就这么定了 走 咱们也要休息 来 来 来 放云 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你个乡毛老满身冲汗 我才不要给你一个房间 滚 林不凡 张少 可是张氏集团的大少爷 他不喜欢 和太多人住一起 所以 你就不能跟我们住一起 现在就这么一间房 你不让我住进去 那你让我住哪里 你不是乡毛老吗 我听说你们乡下人 都喜欢睡地上 这样 我睡觉的时候 你又在门口 给我当看门狗 只要把这个门给我看好了 我会发慈悲 那你进来睡一会儿 什么 你把我当看门狗 林不凡 你一个乡 你一个乡八老 让你当个看门狗 是看得起你 你要是不听话 我们就是不要你进去 到时候 你在外边有什么危险 我们可不管你 这可是我找的房子 我能不能进屋 还要征从你们的意见 张云 你可别忘了 我们的赌约里 我赌输了 才不能进屋 难道 你想出尔反尔 我就想出尔反尔 我就想不认账 怎么着 好 那你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你还想打人是怎么着 你要不乖乖当狗 别怪我们 也对你不客气 林不凡 实际的 赶紧给张少 低筹认错 要不然 你连这看门狗的机会都没有 小马朗 你如果还想睡里面 还想离开这个荒岛 你就赶紧听话 你休想 既然你出尔反尔 那我们就看看 谁的拳头更净 坐手 你在干什么 表姐 我都听到了 张云不让林不凡进屋睡觉 还让他在门口睡地上呢 白鹿 我张云吃的喝的住的都是最好的 让我跟他住一起 我让他在门口开门 已经是很不错了 可是这房子 都是林不凡找到的 你们这样做也太过费了 是啊张云 这都在荒岛了 你就不能将就一下吗 唐小姐 我们张少已经很将就了 倒是你们三个人 占了这么大一个帐篷 要不然 我们和你们换一下帐篷吧 不行 我可是大明星 本来跟你们两个挤在一起 就够憋屈的了 还要换那小帐篷 我不接受 都流落荒岛了 还摆什么大明星的架子 你要不建议 咱俩一块睡啊 你说什么呢 臭流氓 臭流氓 你们三个女的 我们四个男的 在这荒岛上 能发生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啊 张云 你胡说什么 我有胡说吗 你们三个 身材可真好 张云 你真无耻 叶总 你们不用担心 这里有我呢 你们住进去吧 我在门口 这有你什么事 叶总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张云 你别看这里是荒岛 使不了坏 相关了 我看你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啊